台湾自热血又充满暖爱的厨师齿一鸣 每年都会号召全台的爱心厨师 组成一组大军 而今年是带领50位的厨师跟志工 前往到大坑山区的十方请人中心 在现场是烹煮澎湃的牵手店 来款待70多名中重度伸脏学生 以及辛苦的老师 更特别将食材都去骨模拟 来方便他们吞咽 而中心表示 孩子们是都相当的开心 不过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捐款短少了四成 目前都是靠定期的捐款应称 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关注这一群 有需要的孩子 厨师们分工合作准备菜色 来自全台各地的50名厨师 组成一组大军 前往到大坑山区的十方请人中心 一早就开始的备料烹煮 要有好手艺来款待70多名 中重度的伸脏学生 以及老师 上菜了 上菜了 那号召等等一个礼拜 就满50位了 那我心里讲说大概30位就好了 因为这够了 因为在现场只有十几桌而已 不像以往去年有二三十桌 对 那但是零零种种报名大概来了50位 从最远的武当湾Vila 到高雄国滨 汉坪酒店 台中清新 参加已经第三年了 因为这很有意义 做爱心又有公益 当然这我们大家都 互相胜举 参加这个活动 水彩的杂志费用十万块 是由台中的一间餐饮集团赞助 一组大军是出力烹煮成食道美味佳肴 菜色选择少油少盐 更结合当地的食材 享受大坑的竹笋地瓜等 并且还将食材贴心的去骨模拟 来方便他们吞咽 像大坑鱼人笋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笋香蹄膀 然后搭配现场的那个 叫我们是用地瓜叶去做的那个 翡翠瓜包给小朋友吃 做很小很小很迷你的这样子 对 然后把梯庞真的很烂很烂 很软烂 都感觉不错 还是有不善的言辞 不善的表达 但是有时候他们用这种 业心的喜业 他有内心的表达期待说 今天有今天的到来 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各界的上款 经济和洪洞率减少 当然我们就一定会 当次我们的机会就减少 所以说我们这算是硬撑的 希望能够疫情赶紧过去 全台湾的宗泡塞 来到这里为他们煮大餐 师生们都很期待也很兴奋 因此也有精彩的表演 向厨师叔叔们来表达谢意 疫情的影响 社福单位的捐款短少 一煮大军的这顿牵手剑 带给师生们力量 也是用外界能够给予关注以及支持 而助食方走过困境 继续服务不退场 转天交话台中采访到 这次我们会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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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想想想想法与它修正